军天侧海受到外界的刺激 力量迸发 司凤身受重伤 怕是承受不住他的力量了 不行 我要救司凤 把琉璃斩给我 不可以 不可以打开琉璃斩 答应我 司凤 你必须打开琉璃斩 元朗 你还没死 我不是来和你纠缠的 我是来告诉战神将军真相的 玄机 你别听他的 他不过是想来骗你 打开琉璃斩的封印 不要听他的 战神将军 你知道为什么 你要动琉璃斩 百灵帝君就要不惜一切 大动干戈吗 你终于知道真相了 杵璃斩的封印 我 我 我是魔杀星 对 你就是魔杀星 琉璃斩里面的星魂就是你的 女战神 我 不 元朗 你住口 天底下只有魔杀星自己 才能解开琉璃斩的封印 不 你骗我 你骗我 玄机 你骗我 魔狱里面的壁画 记载得清清楚楚 不然你以为 与司凤为何会贸认魔杀星转世 玄机 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相信他 他要毁灭三戒 他一定是另有毒魔 你不要相信他 从小到达 你们每一个人 都叫我触摸为疼 原来这天下最大的魔头 是我自己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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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不可能 你若是不信 去问问帝君啊 是他欺骗了魔杀星 抽取了魔杀星的心魂 且魔杀星的魔骨化成的神器 将魔杀星的心魂 封印在了琉璃斩里 躯体 却重塑成了战神 而战神的心 不过是百灵帝君 取来的琉璃斩的一脚 油腻 你放肆的够了 他说的 他说的 他说的可是真的 你知道了也无妨 他说的不错 不过这一切都要结束了 从头到尾 你们要除掉的那个魔头是我 可笑 那这战神又算是什么东西 百灵 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这么做 为了三界 你阻止我寻回六十 要我无忧无祸 就是想让我成为你的傀儡 无心 才能不被怨气蒙蔽心窍 三界方能安稳 可没想到你九世力竭 力气始终没有消散 这一次 还因雨思凤长出了烦心 我绝不能再任由你承魔 我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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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继续